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Rate常用材质它是怎么来调整的 好的 那我们现在来打开Sketchup这个软件 好 那么打开Sketchup过后呢 同样的我先把这些材质呢给它清除掉一下 好 先把这个人物删掉 然后呢找到我们的这个组件里面的这个在模型中 把这个人物呢给它清除掉 好的 那么清除掉过后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配套文件里面啊 我们本节课呢有哪些材质将来讲解到 好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常用的材质 不管是室内还是景观还是建筑哈 凡是遇到我们有物体的时候 那么物体的表面肯定都附有一定的这种材质纹理 对吧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规了一个类别哈 那么这些类别呢也是我们将要讲到的一些材质 比如说像我们玻璃材质 它实际上呢有多种玻璃的一个材质 水面材质 抛光石材 陶瓷材质 金属 木板 混流土 墙面 灯罩 窗帘等这样的一些材质 那么除了以上的一些材质外呢 其实生活当中还有数不清的一些材质 当我们在调整每一种材质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需要的去分析材质的物理属性 对应的不同的物理属性呢 添加不同的参数即可 再配合到灯光 那么灯光材质及其参数三者之间的有效结合就是渲染 好的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第一类的叫玻璃材质 怎么能调整它 好的 那么在调整玻璃材质的时候 我把这个材质已经清除掉了 我们打开资源管理器 好的 那么打开资源管理器过后呢 我们调出到这个材质面板 材质面板 材质里面呢 我们首先清除一下 没有用的材质 好的 那么清除掉过后呢 接下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讲解一下玻璃材质 好 在讲解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建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对吧 好 我们填充一个材质 好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面板当中 我们来建立一块玻璃 画一块面 好的 我把这个面呢 做成一个组件 选择一个颜色 选择一个颜色填充给它 然后呢 推高一点 推高一点 好的 那么推高过后 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把这个颜色给它命名为格纳斯啊 那么我们知道玻璃的话啊 有镜面玻璃 有透明玻璃等一系列的玻璃啊 好 我们在这里 有了这样的一个玻璃过后啊 我们接下来 选择一个角度 打开这个面板 好 那么打开这个面板过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就会看到有两个材质里面 一个是这样的一个砖片的 一个是呢 一个颜色的 那么对应的玻璃材质 它有哪些属性呢 我们在上几个讲过后 材质的几大属性有慢反射反射 折射透明凹凸 自发光 这样的一些属性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知道哈 对应的一个玻璃 它有哪些属性哈 我们首先呢 通过一些图片先来观察一下 好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给大家找了一些啊 材质的参考图 好 那么我们分别来看一看 也要比如说像这样的一张图片呢 它对应的这个玻璃呢 叫镜面玻璃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第二种呢 像这种呢 叫透明玻璃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那我们首先呢 来看一看 比如说对应镜面玻璃 我们应该是很好去调整它 对不对 镜面玻璃的调整呢 我们在上一节课讲过哈 就直接把这个反射呢 改到最强 把这个使用fileor给它去掉 对吧 把使用fileor给它去掉 那么这样的一个参数呢 实际上就是镜面玻璃的一个参数 非常简单 好 那么镜面玻璃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看 像这样的一个透明玻璃哈 它具备哪些属性呢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 你看这样的一个玻璃哈 它的反射其实也是非常强的 对吧 我们看这样的一个高光就知道 那么除了这个反射以外的话 它是不是有具备透明度 好 那么具备透明是不是就具备折射 对吧 所以说我们分析出它的一些基本属性过后呢 我们就很好去调整它啊 好 比如说我们要调整它为透明玻璃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反射改到最强 对吧 好 使用fileor啊 除了这个镜面玻璃以外 都有fileor反射啊 好 那么这个折射当中 我们把这个折射的颜色改到全透明 对不对 好 雾的颜色当中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 比如说我们要选一个什么颜色的玻璃哈 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加一个颜色 对不对 好 把这个雾的倍增值给它调小一点 比较0.02 好 此外的话 玻璃的折射率要注意到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删处 1.5到1.7 好 那么有了它过后 我们进行渲染观察一下 好 我先添加一个无线平面 OK 好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面啊 我们来看一看 好的 那么这时候大家观察一下 你看 这样的一块玻璃 它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吧 很容易啊 可以去旋出 我们想要的一个玻璃啊 想要的一个玻璃的这个材质 那么像这种玻璃 大家可以观察到 它是不是一个透明的玻璃啊 而这种玻璃 我们再选出来过后呢 我们其实去观察到它的一个参数的话 是非常容易的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画一个小的圆形 我给它填充一个颜色啊 填充一个深色的 我们给它推出来啊 然后呢 我把它 嵌进去 好 嵌进去过后呢 旋转一个简单的角度 好 我们再渲染一下 好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这样的一块玻璃啊 它既具备透明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后方的物体 你看在这个位置啊 透过这个玻璃的这个位置 你看是不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弯曲折射 好 你看这里是不是也有反射 对不对 也有反射啊 所以说你看像这样的一个玻璃啊 它叫透明玻璃 对吧 透明玻璃 那么透明玻璃的话 就具备这样的几重属性 所以说大家要认识到啊 它的整个参数是怎样去调整它的 好 那么此外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除了这个镜面玻璃和透明玻璃以外 其实我们还有一种玻璃叫磨砂玻璃啊 磨砂玻璃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来看一看啊 就是我们在调整的时候 一定的这个纹理的啊 纹路的大家看一看啊 像这种 就是它表面看上去不是特别的光滑 对不对 不是特别的光滑 你看像这个的话 它的这个表面的话 有这样的一个拉丝的感觉 对不对 有这样的一些细小的纹理啊 包括像这个面 你看它是表面也有这样的一些纹理 那么像这种呢 我们称为磨砂玻璃 那我们比较简单的这个磨砂玻璃 怎么来调整它呢 大家看一看啊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透明玻璃的基础值上 我们只需要再调整一个参数啊 就是在折射当中有一个光泽度 对吧 我们知道折射当中的这个光泽度 在上几个讲过 它是控制透明物体的 控制透明物体的这个表面的清晰度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把这个光泽度改到0.9啊 回测一下 好 这时候我们再来渲染观察一下 好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啊 你看这个玻璃表面 它会有这样的一些 有这样的一些磨砂的效果啊 就说这个表这个玻璃呢变得不是那么的清晰了哈 我们来看一看 好 大家看一看 你看这个玻璃啊 包括看这样的一个透过去的这个物体是不是那么清晰了 包括像这里啊 你看表面有一层纹路 对不对 像这种玻璃呢 就是我们很直观很清楚 很快速的可以去认识到 对吧 调整参数呢 只需要改变我们折射当中的这一个光泽度就可以了啊 折射当中的这个光泽度 大家可以看 非常简单啊 所以啦这种玻璃呢叫磨砂玻璃啊 磨砂玻璃 对吧 磨砂玻璃 好 那么除了这个磨砂玻璃以外 在玻璃里面的话 还有什么玻璃呢 还有像裂纹玻璃和和玻璃木墙 对不对 就是像玻璃木墙和裂纹玻璃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像玻璃木墙材质啊 就像这样的一个材质 那么这个材质我们其实可以观察到 它的这个反射实际上是很强的 对不对 反射是很强的 但是它又具备透明的这个效果 又具备透明的这个效果 那么像这种玻璃的话 怎么来调整它呢 很容易调整啊 很容易调整 我们来看一看 还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啊 还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那我首先呢 打开支援管理器 我先给它调整成为 我们刚才调整的 这一个透明玻璃的效果啊 我把反射给它增强一些 然后反射增强过后呢 我们再把折射哈 给它增强 对吧 玻璃材质嘛 然后呢 我给它一个颜色啊 给它一个颜色 好的 给它一个简单的哈 淡淡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啊 我们再把这个物的被增值哈 稍微的调小一些 OK 然后我们进行渲染啊 同样的 一样的啊 我给它添加一个无线平面啊 好 还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然后我们进行渲染观察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啊 你看像这种啊 玻璃的话 我们叫透明玻璃对吧 透明玻璃的话 它的一个属性就是折射的话 你看它要清晰一些 对吧 就是透过去的 看到了这个部分呢 要清晰一些 而反射呢 要弱一些 但是呢 我们玻璃墓墙的话 它是反射的清晰度呢 要大于折射 对吧 要大于透明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只需要再调整一个参数就可以了啊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有一个锁定折射的IOR 把这个勾给它去掉 好 把费内尔的这个折射率呢 给它增大一些 比如说我们给它改到5左右啊 回测一下 改到5左右 回测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进行渲染观察一下哈 好 那么现在的话 大家看这样的一个玻璃 它时候我们可以发现 你看它的这个折射的 这个啊 折射的这个部分呢 是不是比我们这个反射了要稍微弱一点的 对吧 要稍微弱一些哈 你看像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玻璃的 这个反射呢 要大于折射 要大于透明哈 那么像这种材质呢 就跟我们史外的这种玻璃墓墙材质呢 是比较像的啊 是比较像的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也给大家新建了啊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场景 对吧 简单的场景呢 好 然后这个场景当中 我们添加了一个穷顶灯光 对吧 穷顶的天光 好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的话啊 我们首先呢 先打开这样的一个资源管理器 打开资源管理器过后啊 我们同样的找到这个材质 好 找到这个玻璃材质啊 同样的 你看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给它把这个锁定折射的IOR折射率呢 给它去掉 然后呢 调整了一下啊 改成了5左右 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进行渲染测试观察一下啊 好 我们进行渲染观察一下 好的 那么大家稍等一下 好 那么这时候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样的一个玻璃的这个反射 是不是要更大一些对吧 它反射要更大一些啊 反射的影像呢 更强一些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材质的话 实际上就更像于我们此外的这种玻璃的效果 对吧 所以它就是反射大于折射啊 它下来的时候呢 可能要注意到去调整一下 就是把我们透明玻璃当中啊 的这个菲利尔的这个IOR折射率啊 就是在我们透明玻璃的这种基础之上呢 增加了这个菲利尔的这个折射率 对不对 菲利尔的这个折射率啊 给它调大了一些 就是我们的这个 所看到的这个 木墙玻璃的这种效果 对吧 木墙玻璃的这种效果 好的 我们把它关掉 好 那么关掉过后呢 接下来啊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场景呢 也给它关掉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给大家讲解一下下一种材质 下一种材质叫什么呢 叫裂纹玻璃啊 叫裂纹玻璃 那么裂纹玻璃是什么效果呢 我们给大家再打开 我们配套文件当中的这个参考图 看一下啊 比如像这种玻璃材质啊 它叫裂纹玻璃啊 大家看一下 它表面感觉像是碎片的这种效果 对不对 就要这个玻璃呢 碎开了 但是呢 我们在进行渲染的时候呢 可以把它当成这个碎开的部分呢 产生了这种凹凸效果 对不对 凹凸到这种效果啊 那怎么来做呢 好 同样的还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啊 还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去做裂纹玻璃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它的这个裂纹的大小 其实跟我们材质的纹理大小呢 是比较跨勾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给它添加一个纹理材质啊 纹理材质 不管添加哪一个纹理材质都可以啊 我先把这个模型呢 榨开一下 调整一下这个纹理的大小啊 调整一下 好 我们大概给它调整到这样的一个大小 这样的一个大小 好 调整好过后 吸取一下啊 填充 填充一下 好 那么填充好过后 我把这个呢 给它删除掉了 填充好过后 好 我们把这个材质呢 给它命名为这个裂纹啊 裂纹好 命名好过后 打开我们的材质列表 好 清楚没有用的材质 找到这个裂纹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 大家要注意到哈 裂纹玻璃的话 表面是有这样的一个裂纹的效果的 我同样的 我知道它有反射啊 先把反射增加起来 对吧 反射的值给它调高 好 那么它有透明 把折射也给它调高一些 对吧 折射调高一些 哎 但是这时候大家发现 你看这个地方呢 有些问题了 对不对 有一些问题了 你看 当我们在用这样的一个纹理材质的时候哈 用我们的这个 Vray当中的这个BRDF 就是新增加的这个新功能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 一种方式啊 一种方式去调这个玻璃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 它的这个效果哈 是怎样的 我们先测试一下 我们不调其他参数 按理来说 应该是一个透明玻璃的效果 对不对 因为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把 这个折射的这个透明度来改正呢 全透明了 那么慢反射当中 这个纹理其实就没有用了 对吧 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渲染出来它有一些问题啊 它有一些问题 你看 整个玻璃是不是看上去是 基本上没有这种质感的 对吧 没有这种质感的啊 这个呢 也是我感觉到这个 Vray3.4当中 更新的这个功能当中哈 当我们慢反射指定了一个纹理的时候 去调玻璃哈 按照同样的参数 它是调不出来的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给它删掉 删掉过后呢 给它添加一个反射哈 添加一个反射 那添加好这个反射过后呢 再给它添加一个慢反射 然后再添加折射哈 把这三个给它添加好过后 我们再去调整反射当中是最强的 对吧 反射当中哈 好反射当中 这个反射呢 最强的啊 我们去调整它 对吧 这里的这个帧数值啊 给它调到最强 对吧 调到最强 好 那么反射调整好过后哈 那么反射当中这个光泽度哈 因为是玻璃的话 我们还是保持这个高光反射的光泽度呢 都为1.0 好 在此基础之上 在慢反射里面哈 这个我们以前用这个微锐当中哈 微锐2.0里面 或者是微锐1.49里面呢 慢反射当中 它有一个单独的透明度 是用来控制慢反射的 这个纹理的透明度的 我们把这个透明度来改成全透明啊 给它拉大改成全透明 这个地方 好 那么 这时候我们还要注意到哈 这个地方的这个帧数的话哈 不要调的太高了 对吧 这个帧数呢 就相当于哈 相当于我们这个飞列的这个摄射率一样 对不对 我们调高的时候呢 这个反射是很强的啊 我们大概给它 比如说 1.6啊 1.6左右啊 或者是呢 在2.0左右 找这样的一个反射 好 那么在此基础之上 折射当中的这个颜色呢 通常是用来控制我们 这个透明物体的颜色的 我们给它调整一点点啊 调整一点点 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就变了 对吧 就变了啊 好 那么在这种基础之上哈 在这种基础之上 找到这个贴图当中的 这个凹凸贴图哈 我们先用这个调整好过后 我们看一下 它有没有这种玻璃的效果 对吧 对于这个纹理材质来说哈 能不能调出这种效果 我们看一看 哎 你看这个时候是不是有的 对吧 这个时候是不是有的 对于这个纹理材质 我们一样的可以去调整成这样的一个玻璃的效果啊 好 那么有了它过后的话 我们再找到这个凹凸贴图 那么找到这个 开启啊 然后我们给它添加一张列文贴图哈 添加一张列文贴图 那我们添加怎样的一张列文贴图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准备了几张啊 在我们配套文件里面准备了几张列文啊 比如说我们选择第二张啊 或者是选择第一张吧啊 打开一下 好 反挥一下 这时候我们看一下预览窗口当中哈 它的这个玻璃的表面 其实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列文效果了 我们进去渲染观察一下 好的 大家观察啊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渲染出来的这个效果呢 它并没有这种列文的效果 对不对 而是我们看到其实它有一个一个的这种小格子里面 看上去有一些纹理的嘛 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们来观察一下啊 首先呢 我们打开参数哈 打开参数 我们来看一下 呃当我们在这个列文的这个参数当中哈 去去掉了这个brdf的这个呃参数过后呢 我们添加了这个反射 然后呢 添加了这个慢反射 添加了这个折射 但这个是我们添加了这个慢反射过后呢 其实我们发现哈 它已经把我们之前的这个纹理材质改成了颜色 对吧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我们在凹凸贴图里面给它指定了一张凹凸贴图的时候呢 它的大小是不能够控制的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手动的啊 在慢反射里面呢再去给它添加一张卫图 那么这张卫图呢 我们可以任意的去选择一张啊 任意的去选择一张 只要是图片就可以了 好 选择一张过后呢 哎 我们发现在我们skatechop窗口里面啊 这个材质它是不是已经贴好了 而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个材质的大小啊 右击纹理材质 好 那我们把这个材质大小给它调整一下啊 调到刚好和这样的一个面的大小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吸取这个面 然后呢 填充到其他的面上去 好 这时候我们再进行渲染观察一下啊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裂纹的感觉啊 好 我们再进行渲染观察一下 先stop 然后再渲染 好的 那么这时候大家观察到 哎 你看这个表面是不是已经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裂纹的效果了 那么像这种裂纹的话 它就是由凹凸来接近控制的 那我们在上面 前面讲过这个凹凸当中的这个贴图的话 它是黑色凹下去白色凸起来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用一张黑白贴图哈 就可以让它产生这样的一个裂纹的效果 那么如果是我们想改变这种裂纹 可不可以呢 非常的容易啊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凹凸贴图里面 把这个纹理给它改一下 比如说我们给它改成另一张啊 我们来试一下效果 对啊 我们来试一下效果啊 先stop一下啊 那我们改成这一张吧啊 改成这一张 删着这一张 好的 我们点back回去 那我们再进行渲染观察一下 你看 这样的一个玻璃啊 这种裂纹的感觉的这个玻璃是不是又有了 好 所以说我们要调整这样的一个裂纹玻璃的话 实际上是非常容易的 对不对 非常容易的啊 在哪里调整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简单总结一下 我们要调整裂纹玻璃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把我们威瑞三减四当中 自带的这个BRDF的这个呢 给它删除掉 然后呢 手动的去添加一个反射 然后添加一个慢反射 再添加一个折射 那么在反射里面 对吧 给它调整 它的反射的强度值 好 然后呢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慢反射里面 去把这个透明度改到最高 但这时候要注意到 当这里我们要调整这个列纹的大小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给它指定一个纹理图片 纹理贴图 那么这张纹理贴图的大小呢 它就会和我们的这个凹凸贴图大小 是不是进行关联 对吧 也就是说在我们微锐当中 任何地方所添加的一些图片 它的大小呢 都会和我们慢反射的这个大小图片呢 进行对齐 进行这样的一个关联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慢反射的图片呢 这个位置 给它调整一下 我给它调小一点 对不对 调小一点 调到一半这样的一个大小 我们看一看它的列纹效果有没有变化 好 那么 这个折射同样的话 调整一个折射的颜色 对吧 折射的颜色 好 那么此外的话 在凹凸贴图里面 去增加这样的一个纹理贴图 对吧 就说要产生凹凸到这样的一张黑白图片 黑色凹凸去 白色凸起来 好 那么有了这些参数过后 我们再来渲染测试一下 看它大小有没有变化 好 这时候我们观察到 你看这里一个一个一个对吧 一个面上四个大小了 好 那么这种列纹的效果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想要的一种大小 想要的一种关系的话 很容易去调整 所以说玻璃当中的五种玻璃 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了一个系统性的讲解 希望大家下来的时候 要给它好好地掌握到 好的 那么除了玻璃以外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讲解的一个材质 叫水面材质 叫水面材质 我把这个模型删除掉了 模型删除掉 然后删除掉过后 我们给大家画这样的一个面 画这样的一个面 然后推进去一些 给它填充一个材质 对吧 好 填充一个材质 我们在这里呢 给它填充一个 还是一样的 填充这个材质 然后我们把这个面 给它挪上来先 再填充一个材质 填充一个颜色 这个时候 填充一个颜色 填充给它 然后呢 命名为water 命名为water 然后呢 打开我们的这个材质变济器 删除掉 没有用的材质 清除掉 然后这个时候 找到water的这个材质 找到它过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 水的这个材质 具备怎样的一些属性 我们看一看参考图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你看这里呢 有一个水面材质 对不对 那么这个水面材质呢 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 水面材质 它既有反射 又有透明 还有表面的这种凹凸性 对吧 这样的一个波浪的效果 那么我们来调整的时候 怎么来调整它 这时候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好 我还是一样的 我在这里呢 也给它 画一个面 画一个面 然后呢 我给它添加一个图案 添加一个图案 添加一个图案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图案 好 给它推起来 推起来一下 好的 那我们把这个图案 我给它 移动一下 好 移进来先 上下移动 稍微给它 移下去一些 这样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 好的 那我们要放到这个位置 我们选择这样的一个角度 同样的 添加一个无线平面 好 那么有了它过后 接下来我们调整这个水的材质 首先呢 水的材质 具备反射增强 对吧 好 具备透明 折射增强 好 水的颜色 在我们新功能里面呢 就是改物的颜色 老功能里面呢 就是改折射的颜色 好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 IOR的这个折射率 改一下 1.33 对吧 水的折射率 好 此外的话 我们水面上 还有凹凸性 那么这个凹凸性的话 在哪里呢 贴图 凹凸贴图 勾上它 好 在文理贴图里面 加载一张 加载一个参数哈 加载一个参数 加载哪一个呢 照拨的这个参数哈 那么在这里呢 有两个照拨 对吧 一个叫照拨旧版 一个叫照拨哈 就新功能里面 有一个照拨 那么旧版本里面呢 有一个照拨哈 我个人觉得呢 旧版本里面的这个照拨 呢要好用一些 我们给它单击一下啊 单击一下 好 在这里的话 我们只需要去调整 这个尺寸值就可以了哈 尺寸值 比如说改到15左右 回测一下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观察一下啊 渲染出来的这个水面呢 有没有效果 渲染一下 好的 这时候大家观察 哎 你看 这样的一个水面 它是不是有效果的 对吧 你看这样的一个水面的效果 是不是就出来了 但这个水太深了哈 就它的颜色太深了哈 不是水的这个 呃 深浅的深啊 是颜色比较深 那么这个颜色比较深 在哪里控制呢 就折射当中的这个 物的被增值 对不对 然后改了改到0.02哈 改到0.02 再渲染观察一下 好 大家观察一下 这个水面哈 感觉呢是非常棒的啊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所以你看用老版本 来调整这个水的纹理的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去改变 这个尺寸值哈 那么这个尺寸值 它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尺寸值 就是这个波浪的大小啊 它的波浪的大小 尺寸值越大呢 就是说这个波浪 它就会越大哈 波浪越大 就说它的这个 波浪当中的 这个水平的这个距离哈 会越大 那如果是我把这个尺寸值 给它调小一点呢 大家观察啊 有没有效果 刚才我们把这个 贴图 里面的这个尺寸值改到15 对吧 改到5吧啊 改成5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渲染观察一下啊 再渲染观察一下 啊 你看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波浪呢 要小一些了 对不对 波浪要小一些了 对吧 就是说它要密集一些了 密集一些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尺寸值的意思哈 但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它还有一个就是 波浪的这个高度变化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高度变化 在哪里调整呢 其实就是这个帧数啊 就是说这个凹凸的 这个帧数值 对吧 这个帧的这个值哈 这个帧帧值呢 就是控制的这个 上下的这个正幅的 比如说我给它调整3 你看 这样的一个预议栏 我们也看得出来啊 调整成为3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它的这个波浪呢 就是上下的这个幅度呢 会越来越大一些 看到没有 会越来越来越大 所以说一个就是控制 它水平的距离 对吧 它的这个疏密程度 那另一个呢 就是控制它这个 上下的这个正幅 就是高度变化的这个值 那么通过这两个值呢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 去调整一个水面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是水的材质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材质啊 大家下来的时候呢 一定要好好地掌握到 对吧 好好地掌握到 好 那么此外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嗯 还有哪些材质呢 还有像抛光石材 陶瓷材质 这样的一类 我们马上来开始讲解一下 在讲解之前呢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 两张图片哈 那么第一张呢 是陶瓷材质的这张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这个陶瓷材质的表面 是在这个光滑度是非常高的 它的反射呢 是很强的 对吧 你看这个是陶瓷材质啊 它的一个基本属性 那么像这个呢 也是一样的 对吧 它的表面的反射是很强的 好 那么像这个抛光石材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它的表面是不是也是很强的 这种反射对吧 所以说它两类材质的话哈 基本上是在反射的程度上呢 接近于我们玻璃的一种反射 而我们所看到的这两种材质呢 也是我们在调整参数的时候呢 是基本上是接近的啊 我们来看一看 所以说我们在做刻件的时候呢 也是把这两种材质给它放在一起的 好的 那我在这里呢 建了一个小的场景啊 好 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个场景过后啊 然后我们接下来 我选择一个角度啊 这样的一个角度 在这里呢 我们 选择好这个角度过后 窗口下面哈 窗口下面 我们可以给它 在这里呢 点击这个窗口啊 默认面板这个地方 有一个场景 对不对 也叫 也在我们的这个默认面板的右边 对吧 默认面板的这个右边啊 这里有一个场景 我们给它新建一个场景啊 然后呢 把这个场景呢 给它更新一下 好的 大概这样的一个角度啊 更新一下 好的 那么更新好过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场景里面呢 我打了两个光啊 一个呢 是这样的一个射灯 然后另一个呢 是这一个啊 这个矩形灯光啊 选择好这个角度过后 我们先进行预览啊 先进行这样的一个渲染预览观察一下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发现哈 进行预览的时候呢 你看这样的一个低面 它是没有材质的 对不对 低面是没有材质的 好 那么在这种基础之上呢 我给它添加一个材质哈 添加一个材质 我们直接找到这个材料里面啊 材料里面有一个添加材质 对吧 我们给它命一个名叫 抛光食材 对吧 抛光食材 加载一张图片进来 好 我们加载这张啊 配套文件里面的这张图片 然后点确定一下 好 把这个材质呢 把这个材质啊 选中赋予给这个面 对吧 选中赋予给它过后呢 把这个纹理呢 适当调大一些 比如说调到600啊 这样的一个纹理对吧 这样的一个纹理 好 回到这个场景里面来看一看 好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OK 我给它改到450啊 这样的一个纹理 好 那么有了它过后呢 接下来我们打开 我们的这一个资源管理器 清楚没有使用的材质 找到这个抛光食材 好 那么对于抛光食材呢 我们刚才分析过 它具备反射哈 很强 所以呢 我把这个反射值 给它调大一些 对吧 调大一些 好 那么调大过后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测试渲染 观察一下啊 测试渲染观察一下 好的 大家看一看 你看这个反射 是不是有了 对吧 反射有了啊 好 在这里的话 大家要注意到 你看当我把这个反射 给它调大过后呢 我们观察到 你看这个表面的反射 是不是已经很强了 但是呢 它的这个光泽度 不可能达到玻璃的 这种1.0的 这个很清晰的光泽度 对不对 所以我把这个光泽度呢 给它调到0.9啊 我用适时渲染来观察一下 对吧 用适时渲染啊 观察一下 然后当我把这个光泽度呢 给它调到0.9的时候 我们发现 哎 你看 这样的一个表面哈 像这些位置呢 它会变得稍微模糊一点啊 我们还是渲染观察一下啊 观察一下 这个地方的这个效果 把渐进式呢 给它关掉一下 好的 大家注意观察啊 稍等一下 我们看一看 这个地方呢 它会稍微的模糊一点啊 稍微的模糊一点 没有像玻璃的这种材质呢 表面是特别光滑的这种效果啊 OK 我们看一看 渲染啊 好 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个表面是不是有点模糊了 对吧 有点模糊的效果了啊 好 但对于这种抛光石材的话 还有一个参数 我们需要去调整它 就是你看这样的一个石材 它的这个 像这样的一些 每个石材 与每个石材哈 它相衔接的这个位置呢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凹凸 对吧 有一个凹陷的 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么像这个地方呢 我们只需要在贴图 凹凸贴图里面哈 开启它 然后呢 在纹理这个位置 去添加一张位图 而这张位图呢 我们一般添加的就是同一张图片 对吧 同一张图片 因为石材的边缘本身是偏黑色的 对不对 而这个中间的部分呢 是偏白色的 所以说我们让边缘给它凹下去啊 这样的一个 好的 这时候呢 我们来观察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边缘哈 它的这个缝隙呢 会更明显一些啊 这个缝隙 但呢 我们发现你看 像这个中间的这些位置 它的这个凹凸性是不是也变 也增强了 说到这个边缘哈 增强过 你看这些位置也增强了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怎么去改变它呢 怎么去改变它呢 我们可以 第一个呢 就是可以降低哈 我们这张图片的这个凹凸性 那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这张凹凸贴图啊 我们在做这种抛光 食材的时候呢 要观察一下 好 这是我给大家准备的这张图片 哎 我们发现 你看这张图片当中 中间的部分 中间的部分哈 哎 我们发现这个中间的部分呢 它的这个纹理哈 黑色的地方呢 还是比较多 对吧 但是呢 我们不想让它中间凹下去哈 只有这个缝隙的时候 它是凹下去的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在Footshop里面 给它进行一个简单处理哈 简单处理 我们必须要用这样的一张食材哈 才能保证它的缝隙是 这个衔接是最好的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用其他的这张图片的话哈 其他的一些图片来做这个凹凸贴图的时候呢 它可能就是对不起啊 所以说我们需要去调整 比如说A像这些位置 好 选中一下 对吧 好 那么像这些位置 要给它选中一下 好 那么像这些地方啊 狂选一下 对吧 除了这个黑色的部分哈 基本上我们都要给它狂选一下 好 狂选过后呢 我们可以给它填充一个白色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这张图片啊 这样的一张图片就有了 好 给它另存一下 这个呢 就是食材贴图哈 好 食材凹凸贴图 OK 然后我们再加载凹凸贴图的时候呢 就用这张图片 再加载一次 大家观察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在做图的时候呢 不要怕麻烦啊 重点呢 我们要把这个效果哈 做出来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渲染观察一下 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它的表面 是没有进行这样的一个凹凸变化了 只有这个中间的缝隙 对不对 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凹凸哈 缝隙呢 要增强了很多 对不对 所以你看像这样的一个抛光食材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制作它是非常容易的 对不对 制作它呢 是很容易的啊 非常非常容易的 所以说你看像这种食材 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 也是比较容易去做它 那么这种食材叫抛光食材啊 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 我们再来讲解一下陶瓷材质 那么讲陶瓷材质呢 就直接在这个基础之上哈 去调整啊 比如说我在这里呢 新建了四个球 对不对 四个球哈 我分别把这四个球呢 给它改成陶瓷材质的参数 很容易的 好 比如说就这四个颜色 对不对 一样的 增加反射 好 陶瓷的话表面是没有这种凹凸的 0.95的反射光泽度 好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 增加反射 0.95 好 这个也是一样的 0.9到0.95都可以啊 就反射了这个光泽度 好 你看这四个 我基本上都给它调整了 对吧 好 都给它调整了 接下来渲染 观察一下 这四个球体 好 稍等一下 我们看 等它渲完过后啊 就表面变清晰过后了 我们再来观察 好的 大家观察一下 你看这样这四个球体的这个表面是不是也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清晰的反射 而这种反射的强度呢跟我们陶瓷材质的反射强度是一样的啊 那么也跟我们抛光 这个反射的这个反射呢 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我们把这两个材质呢给它放在一起 对不对 这两个材质放在一起啊 就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时候 很容易去调整 它的这个材质的属性啊 去达到我们想要的这种渲染的效果啊 所以大家看一看 你看这样的一个感觉是不是有了 对吧 嗯 所以说陶瓷材质和抛光 食材 大家也要记住哈 怎么去调整它的 对吧 怎么去调整它的 好的 我把这个场景呢 给大家关掉哈 保存一下 好 那么这两个材质的话哈 这两种两种材质 我们也掌握到过后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种哈 叫金属材质 对吧 金属材质 好 那么金属材质 我们怎么去做呢 我还是一样的啊 打开 我们给大家创建的这个场景 对吧 这个场景 嗯 就刚才的这个场景哈 现在呢 我们在抛光食材的基础值上哈 我们去调整这样的一个金属材质 调整这样的一个金属材质 好 怎么调整 然后现在呢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材质基础值上 我们只需要去调整其中的某一个啊 比如说我把这个材质 给它改成金属的材质 那么金属材质怎么调呢 嗯 我们在这里啊 打开我们的资源管理器 好 选择这样的一个角度吧啊 OK 然后呢 我们吸取一下这个材质 吸取到它过后啊 金属材质 它是没有非烈反射的 对吧 所以我把非烈给它去掉 你看这样的一个感觉是不是有了 好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值上呢 我们要知道金属材质的话 它有一个这个双向反射分布里面 有一个类型哈 我们选择沃德的这种类型 选择沃德啊 选择沃德啊 所以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们在这个自带的这个 就是BRDF的这个反射里面哈 这个反射里面 它的这个双向反射分布里面哈 其实也有各项异性 对不对 也有各项异性哈 跟我们前面所讲解的这个 嗯 传统的这种反射里面的这个各项异性值呢 是一样的 对吧 就是以前老版本里面的这个各项异性哈 那么这个类型呢 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这个布林沃德 对吧 我们选择沃德哈 你看这个金属的感觉是不是有了 渲染观察 好 这时候大家看这样的一个 对吧 这个材质 它有没有这种金属的一些感觉在里面啊 好 你看这个呢 是我们刚才所渲染的这个 啊 抛光石材 陶瓷材质 哎 你看这个的话是不是有点像金属材质了 那么金属材质的话哈 它受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它表面是不是也是非常光滑的 但是呢 我们看这个渲染预览 其实也能够知道 它是一个金属材质 对不对 比如说像这两边 它本身是这样的一个墙面 它直接是不是反射到这个墙面了 所以说产生了 你看这样的一个颜色 对吧 这样的一个颜色哈 好 那这一部分呢 反射是一个天空和光源 对不对 好 所以说你看这种金属材质 我们在调整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容易的啊 可以去调整到它的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还要再去调整一下 就是金属材质的这个反射光泽度 不会像我们渲染出来这么清晰 对不对 这个呢 我们一般把这个反射光泽度呢 给它降到0.8左右啊 然后呢 把这个反射的这个值啊 反射的这个值 我们打开一下 然后把这个 这个值哈 把这个值呢 给它亮度值啊 亮度值我们给它降到180左右啊 180左右 就是说不要太强了 这个金属 对不对 你看这样的话 它会更像一些 我们再渲染一下 然后再渲染一下啊 大家观察一下 好 我们可以渲染这一部分 好 大家看一看 你看这个金属的效果 是不是就更强了 对不对 就更强了啊 所以说我们在渲金属的时候呢 要注意到就是反射 它的反射呢 比我们的这个抛光石材 是不是要弱一些 好 它的光泽度 是不是也是要稍微弱一些 因为它的这个 反射光源的这个高光 是不是要模糊一些 对不对 要模糊一些哈 所以说它的这个反射呢 又在我们的这个 抛光石材的基础之上呢 在我们的这个陶瓷的基础之上呢 又降低了一些哈 你看这样的一个金属的感觉哈 非常的清晰哈 非常的有效果 好的 那么这是金属材质啊 那么此外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看 下一种材质呢 叫木板材质 对不对 好 木板材质 那就非常容易去操作它的啊 好 那么对于其他的材质呢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直接给大家进行一个操作哈 木板材质的反射 我们还是看一看哈 它的这个参考图 木板材质 好 木板材质的纹理呢 一般像这种 对不对 一般像这种 它的这个表面的反射呢 就更弱了 对不对 就更弱了啊 反射就更弱了 对吧 好 那么像这种材质 我们怎么来操作它呢 非常容易 比如说我们找到一个木材质啊 我们直接用这个 比如说我们直接用这个啊 这个里面的这个木材质 木纹理啊 木纹理 比如说我们用了一个呢 用这个啊 观察一下 对吧 观察一下啊 这样的一个木纹理 然后呢 调小一些 比如说1200啊 1200 这个木纹理不算特别清晰哈 我们找一个相对来说清晰一点的 哎 比如说这个木纹理还可以 对吧 好 我们选择这样的一个角度 好 那么有了它过后啊 这个木板材质 我们来调整一下 这个木板材质啊 木板材质的反射呢 又会弱一点啊 又会弱一点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亮度这个地方 给它改到160左右啊 160左右 好 那么这个光泽度呢 比如改到0.75啊 0.75 你看 有点像这种感觉啊 对吧 这种感觉 那么我们进去渲染一下 好的 我们来观察一下啊 这个木纹理这个材质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 大家注意到 这个木纹理当中哈 我们这样去进行渲染的时候 我们发现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表面没有产生反射的效果 对不对 没有产生这个反射的效果 那么这个呢 也是我们在用这个 微锐3.4的时候啊 它有些时候呢 在识别 这个参数的时候呢 有一些识别不到啊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去增强哈 这个 IOR这个值啊 增强这个IOR这个值 比如我给它改到5.0的时候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啊 改到5.0的时候 再渲染观察一下 看有没有这个反射了啊 就有没有一些这种反射的效果 重点是要观察一下 好 大家观察一下 这有一些这种效果了 我再给它增强一些哈 就如果是我们在渲的时候呢 渲不出来的时候啊 大家要注意到 去增强这个地方的这个IOR值 让它产生一些这种反射哈 但是呢 不会太强 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反射 改得比较弱了 对不对 好 这时候 我们再观察 你看这个表面 是不是有一些了 看这个位置啊 是不是看得出来的 你看这个 这个位置啊 也看得出来 它是不是表面有一些这种反射了 对不对 有些这种反射了啊 这些地方 但是呢 它的这个反射呢 不会说把这个物体呢 反射得非常清晰 对不对 不会反射得非常清晰啊 但是呢 可以隐约的看到 这样的一个木纹理 它是有这种反射在里面的 对不对 好的 那么其实木材质质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特性呢 就是它有凹凸性 对不对 那有凹凸性呢 我们就把这张图纸的这个凹凸性 给它添加到我们的凹凸贴图里面去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一般在用这样的一些木材质的时候呢 啊 我们其实更多的就是用V3.4里面 直接去找到它自带的一个木材质哈 这里面的这些木纹理呢 其实更有用一些啊 更有用心 比如说我把这个材质呢 拖过来啊 拖到这里来 你看这样的一个木纹理 那我们要给它应用到场景里面的话 我们只需要选中这个 选中这个材质的这个面 右击一下 给它将材质应用到缩选物体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啊 再来观察一下 你看这个纹理是不是就应用过来了 好 那么应用过来过后来 我们在这个里面啊 适当的去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好 边境里面 比如说1200啊 这个大小呢 还是相对来说要稍微大一点啊 好 回到这样的一个 好 回到这样的一个角度渲染 这时候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啊 再来观察一下 好 大家看一看 你看像这些位置是不是有点泛红的效果 对吧 有点泛红 包括像这些地方 你看像这个呢 就是说自带的这个木纹理的这个材质啊 但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觉得它的这个反射呢 还是不太强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呢 你就可以怎么样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还是一样的把锁定 IOR这个值呢 给它去掉 对吧 这个去掉 增强它的这个反射啊 有增到5左右 你看这个反射是不是变得很强呢 好 再渲染观察啊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对吧 去增强它的这个反射就可以了 IOR的这个值 嗯 好的 那么我们用同样的一个参数哈 那么我们用同样的一个参数哈 在我的这个场景里面呢 进行测试这个木纹理啊 不算特别的好 好 那我在这个位置呢 给大家 比如说 比如说画这样的一个 把这个模型哈 给它封起来一下 然后封起来过后呢 我们注意观察到 在这个地方啊 比如说我们给它开一个天窗哈 开一个天窗哈 这个光呢 能够照下去啊 能够照下去 但是呢 不会全部照进来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选择大概这样的一个角度啊 再观察一次 对吧 再观察一次啊 嗯 这样的一个角度 好 这时候我们看到 你看 这个表面的这个木纹理效果 是不是就更清楚了 对吧 就更清楚了啊 看到没有 嗯 所以刚才看这个地方呢 可能看的还不算特别清楚 你看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 你看 受这个光直接照射的中心部分 它的木纹理比较清楚 对吧 逐渐的话 是不是稍微的降弱一些 然后呢 有这样的一个物体的时候呢 它会受到一些物体的反射的影响 对不对 但这种反射不会太强 对吧 不会太强哈 它跟木纹理的这个材质呢 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说我们 直接去用微锐3.4里面 织带的这样的一些木纹理的时候啊 直接拖过来就可以运用了啊 非常快速啊 拖过来就可以直接运用了 好 所以说木纹理的材质呢 大家记住 反射光泽0.75 然后呢 这个反射的这个值啊 反射的这个值 我们一般来说 给它调到160左右啊 160左右就可以了啊 这个值 好 那么其他的值呢 我们基本上不用去调整它 但对于木纹理 如果是有凹凸性的 我们一般在凹凸贴图里面啊 会去给它添加同一张贴图 看到没有 会去给它添加同一张贴图啊 所以要这一点大家认识到 好 那么此外的话 还有像混离土材质 对吧 以及墙面材质啊 还有灯罩 窗帘这样的一些材质 那么对于混离土材质而言的话 我们来讲解一下啊 这个材质呢 比较重要 很多同学呢 不是特别的会去调整它啊 不是特别的会调整它 我们在这个地方讲解一下 还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吧 还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然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 建这样的一个体块啊 建一个体块 然后呢 我给它推起来一些啊 推起来一些 好 适当的给它 好 上下的推一些啊 好的 上下的推一些 好 这个时候呢 我把这个物体给它选中 添加一个材质啊 添加一个材质 好 现在呢 我们找到这个沥青里面 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啊 油破路啊 有这个材质 这个材质 添加进来 给它改成200啊 这样的一个大小 OK 是不是有了 好 我们找到混离土的这个材质 好 混离土材质 它的表面也是有反射的啊 但这个反射呢 就更弱了啊 反射就更弱了 好的 那么混离土材质 表面的这个反射光泽度 给它设到 比如说0.75左右啊 好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设定好过后来 混离土的这个材质 它表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凹凸性的啊 也是有这个凹凸性的 所以呢 我先把这个材质 给它导出来一下啊 导出来一下 好 我们右击给它印存一下 图片印存一下 好 另存在我们配套文件里面啊 配套文件里面啊 这个呢是混离土 好 然后呢 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材质编辑器 在我们凹凸贴图里面 直接去添加位图 找到这张混离土啊 好 添加进来 开启一下 对吧 开启一下啊 这个时候呢 这个帧数 帧啊 改成0.1左右 0.1左右 好 我们来测试 渲染测试一下啊 看一看 这样的一个混离土材质 它有没有效果 嗯 好的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我们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啊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观察一下 对吧 好 这样的一个角度啊 好 这样的一个角度 适当的可以放大一些啊 OK 大家观察一下 这个混离土材质啊 它的效果 因为刚才的这个角度呢 我们是顺光看过来的 对吧 顺光看过来的话 这个混离土材质 它的显示效果呢 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我们立光去看哈 让这样的一个光源呢 照射在这个材质上面哈 我们再来看这个材质的时候呢 发现 哎 你看 这样的一个混离土材质 表面的这种纹理效果哈 包括它的这个凹凸性的 这个效果是不是非常好的 对吧 非常好的啊 那么你看一下 这样这样的一个木材质 是不是也是非常棒的一种效果 最后混离土材质 是在木材质的基础之上呢 把这样的一个 把这样的一个反射值啊 再进一步降低一点啊 我们给到它 比如说140左右啊 140左右 然后呢 这个光泽度值 0.75左右啊 0.75左右 然后有了这样的两个值过后呢 直接渲染啊 但凹凸贴图一定要给它一张 就像木材质一样啊 给同一张凹凸贴图就可以了 这个呢 我们就不用多去讲它 直接渲染 观察一下就知道了啊 大家看一看 这样的一个混离土材质 是不是也有的 木材质混离土材质 好的 那么这时候呢 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了啊 比较清楚了 这样的一个混离土 所以说我们在用 这样的一些材质哈 在用这样的一些材质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光 照射到这个物体当中 去观察它 那么我们这个材质的效果呢 体现的就更明显一些啊 体现的就更明显一些 好 那么这些材质 大家都掌握到过后啊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比如像墙面材质 灯罩 以及我们的这个 窗帘材质哈 这样的几个材质呢 我们就不用去 每件一个材质 去贴一个图了啊 那么像这些材质的话 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 非常容易的啊 非常容易的 我们直接可以在 材质编辑器里面去找到啊 比如说像墙面材质 我们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啊 第一个里面 对吧 你看这个里面呢 有很多墙面的材质 我们比如说要用到 哪一种墙面材质的时候呢 就直接把这个拖过来就可以了啊 拖过来去使用 但很多同学可能要问我了啊 就说你看 把这个材质拖进来的时候啊 比如说我有了这个材质过后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材质的纹理 这个材质的纹理 不是我想要的 怎么办呢 那非常容易 那么它的这个参数了 你就不用去改它了 只需要改一个地方 就是慢反射里面 去改变它的这个纹理 对不对 你看 比如说我有了这个材质过后 我选择一个 墙面材质 或者是选择其中的任何的一个材质 把它加载进来 你看 这个材质 是不是加载进来了 对吧 这个材质加载进来了啊 但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现 加载进来过后 我们要把它拖在其他的一些添加到纹理的一些地方啊 添加到纹理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像这个位置 是不是也添加了相关的一个纹理 对吧 我们要把这个啊 纹理呢 也要给它改一下 就是说每个地方都要给它调整成为 对吧 都要给它调整成这个材质 你看 这时候是不是它就变了 变成了我们想要的这种纹理材质了啊 想要的这种纹理材质 但是它的参数是没有变化的 对吧 参数是没有变化的啊 所以说我们 在我们v3.4里面集合的这样的几四种材质里面 我们去用到某一种材质的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把这种材质给它添加进来 添加进来过后要去调整这种材质的时候哈 我们可以把它的参数保留 只需要去改变它的纹理 对吧 改变它的纹理 好 这时候你看 我们把这个材质赋予到这个墙面上 好 赋予到这个墙面上 直接右击 赋予给它 好 赋予给它过 你觉得大小这些还不合适 你还可以去调整大小 对吧 那么如此的话 是不是就非常方便了 对吧 相当的方便哈 我们去调整某一个材质的时候啊 参数都不用我们自己去调了 但是呢 我们要掌握到这样的一些参数 对不对 所以说像墙面材质这些呢 我们基本上哈 可以根据不同的这种墙面呢 去设定不同的材质 那么我们在 微锐3.4里面呢 去调整墙面这样的一些材质的时候呢 直接可以去用这样的一些参数哈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面砖的 对吧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面砖的啊 你看这样的一些材质 是不是有的 很多的啊 好 比如说像这种比较光滑一点的啊 比较光滑一点的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墙面材质 对吧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哈 纹理比较小的啊 是不是也有 那么这样的一些材质呢 我们对应不同的场景 去选择不同的材质即可啊 好 那么刚才讲解了这两种材质啊 混凝土材质以及墙面材质 我们都可以在我们微锐3.4里面哈 直接去拖相关的一些材质模板来用它 对吧 那么在这里的话哈 我给大家布置一个作页啊 布置一个作页 就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找了两张两张图片哈 就两张混凝土的图片哈 配合到墙面材质 就这两张图片 那么我们要求大家就是 见两个小的场景 然后呢 从左边打一个光过来啊 打一个光过来 然后再结合到我们刚才讲解的 这个墙面材质和地面材质 混凝土材质 它的调整方法哈 把这样的一个场景呢 给它渲染出来 但我们在渲染过后呢 大家可能会发现光 它是有一些问题的啊 色彩呢 会有一些简单的一些差别 我们可以让大家导到Foodshop里面呢 进行简单的处理哈 说这两个 场景的这个图片哈 需要大家建一个模型 然后建好模型过后呢 把相关的一个作业啊 给它完成好 完成好过后呢 大家也可以发给我啊 发给我看一下 好的 那么这个呢 是这两个啊 这两个作业 好 那么除了这两个作业以外的话哈 那么我们接下来 还有两个材质 对吧 还有两个材质 一个呢 是灯罩材质 一个呢 是窗帘质 对吧 那么像这两个材质就更就更简单了啊 就更简单了 我给大家看两张一箱图就知道了啊 啊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窗帘材质 对吧 像这样的一个窗帘材质 它是在一个纹理的这材质的基础之上呢 给了一个简单的透明 对吧 其他的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参数了啊 包括像这样的一个 呃 灯罩的材质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啊 这样的一个呃 纱布的纹理 对吧 纱布的纹理 然后给了它一个半透明 然后呢 让这种灯光 是不是可以照射出来的 那么基于以上所讲解的这些材质呢 在我们后面大量的渲染案例里面哈 都会去用到它 还有材质的一些扩展的一些讲解 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就说 在本节课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哈 要把我们常用的一些材质呢 给它先提前的掌握到 那么便于我们后面案例的一个渲染 买下一个铺垫 那么今天的这个材质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